我们这次探索的是云南镇雄仙人洞 当地村民非常热情的 但我们找到了仙人洞的入口 找好第一锚顶位置之后 队长开始下降不神 站在这个位置 已经可以感受到洞口的寒气逼人 我要在这个地方做一个第二个锚顶 这是个副角度 可以看到下面有两条瀑布 现在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洞底的情况 洞底很高 里面一定很重观 现在已经打好了第一个下降锚顶 继续下降开心 我现在带着绳包下来给队长传递绳子 队长已经到底了 等一下我又要开始下降了 可以往上看 这里是一座天生桥 现在正在开始下降 进入误区 现在阳光正好收到洞底 转一下身往下看 哇塞彩虹 太神奇了吧 看上面 这里物气疼疼 惊弓环绕 真的很像仙人修炼的地方 好继续下降 感觉怎么样 这地方非常的赞 又惊醒又刺激 当你许家客没有下来的地方 我们下来了 快到底楼 这是两个瀑布 但是这个瀑布的银色 太好看 黄山上流下来的泥水 好 到底了 不过还有最后一段 这是个平台 下面已经不高了 新人动的底部 看什么 这里云雾缭绕 上面一座青春桥 我们到毛顶 继续下降 还有一百米的高度 最后一段了 大概不到五十米 我们的队友正在下降 第二次探动就挑战 这个深度 很厉害 新人动的底部 我们的队友正在下降 新金啊 我超 很漂亮 太漂亮了 又正在 这个程度 不要在电影中穿过 实在是太美了 走进来一看 这边有个测诺 我们继续看一下 洞顶银色的 应该是某种 空物质的基金 怎么出来的 死洞 现在海拔是1131米 新人洞 是由洞枪踏风造成的 巨型天坑 里面堆积了很多乱石 我们也翻过乱石坡 到达主洞枪 走 继续请进 刚踏入新人洞的内部 是一片巨型的沙滩 看一下外面 干枯的河虫 可以想象一下 这里面雨季的时候 水应该很大 你看这形状 像不像扣意画出来的呀 完完完整整 印章给洗几个字 王浩然和盖上 密码 一直生哦 一直生的裂放 这里有一片中乳石瀑布 一颗颗 拔它 它们会慢慢形成 石损 石损就是这样形成的 会慢慢的长大 前面的洞枪变得越来越小 现在要收水了 因为洞刀变得非常的白 小 应该通过地下火 进去看一下 这边是主洞刀 这边是一个插洞 我来进去看一下 哇 这边又是个死洞 我们队也已经回来了 我们再也主动地继续前进 看起来已经到了一个断崖处 再看一下盈壁上的塑料袋 所以涨水的时候 这个水位是很高的 雨季也不能太深入 我们现在返回了 看一下这个石头里面 全部是这种石碎 真的好奇特 还是特工的 像是一个机关 因为这次主要目的是 西藏昆仑山的无人区 我们现在要出发 进发昆仑山 现在队长开始刨伸 我现在刨伸到七八十米的位置 很快就要达到第一毛顶 返回不需要考虑太多 只管往上爬就行了 绳子是不会断的 终于上来了 把绳子收了准备翻成 结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